受到疫情影响近来沐血相当的困难 血液库存量更是不足四天 因此台北捐血中心呼吁民众赶紧卷起衣袖 捐血液注血库 而先前因为疫情缘故暂缓血作业的新店捐血室 从6月29号起恢复正常作业 新店捐血室表示 自从5月15号防疫进入三级警戒之后 大大影响了民众出门意愿 所以血液库存量跟着短缺 全国各地特别是北部地区出现了严重血荒 但是医院仍有许多定期需要用血治疗者 以及等待进行手术的病患 甚至是紧急用血者 为此医护人员也特别挺身而出 号召民众捐血一起来帮助病患渡过难关 另外台北捐血中心提醒 如果民众是施打莫德纳 辉瑞等疫苗 可以立即捐血 但如果施打AZ或嬌生疫苗 则必须等待14天才能够捐血 而台湾协议基金会还推出了捐血预约制 让民众可以安心捐血避免群聚 捐血人只要在捐血前 到台湾协议基金会捐血人专区预约 与指定的时间前往捐血地点就可以 相关的资讯可以上台北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